露天纳团队释出视讯宣布正式启动参选活动。 视讯截图,在美国会民主党参议员露天纳KIRSTENGILIBRANA组建探索委员会两个月后。 该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释出视讯宣布,正式启动露天纳的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。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NEWS17日讯息。 当天,露天纳的探索委员会发布了一条题为勇敢的视讯,紧盯美国本届政府政策。 该视讯展示了2017年,夏洛特维尔白人至上主义集会,阿片类药物危机,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标志, 美国总统批评移民大捧车,否认戏后的存在变化等。 露天纳在视讯中表示,勇敢不会让人们互相攻击,勇敢不会把钱投入生命。 勇敢不会传播仇恨,不会发布云真理,不会建墙。 只有恐惧才会做这些事情。 视讯中,露天纳提到自己的政策优先事项,包括所有人的医疗保健,和通过绿色新政,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联邦立法。 同时,他也试图通过在金融危机中,反对救助华尔街,减少美军性侵犯罪的努力, 以及公布他个人财务资讯,来区别于其他参选者。 露天纳早前召开记者会,宣布竞选总统。 视讯截图,今年1月16日, 下年52岁的露天纳KIRFTENGLIBRAND,即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。 此前一天,露天纳在接受脱口秀主持人采访时确认, 他组建了探索委员会,寻求竞选2020年美国总统宝座。 据悉,组建探索委员会是竞选总统的第一步。 他将允许潜在的参选人进行筹款等竞选活动。 此外,露天纳当时已经在雇佣竞选团队, 租用竞选总部,并计划于当周周末前往美国总统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爱荷华州。 露天纳的议员生涯始于2006年。 当时他赢下了一个本属身红的纽约州众议员席位, 并于2008年成功连任。 当年,时任纽约州国会参议员的希拉里投身总统大选。 露天纳次年被州长戴维帕特森,任命为联邦参议员, 接替即将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。 当时,他在国家政治层面上,还是一个无名之辈。 不过从那时起,他先后连任三次,并多次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筹款能力。 在13年的从政生涯中,他累积筹款5600万美元。 资料图 露天纳图 美联社 据报道,露天纳原名科斯汀基利伯朗特KRSTENGILIBRANI,露天纳是其中文明。 尽管露天纳在全美范围内知名度并不高,而且落后于一些高光的潜在参选人。 不过他在纽约华人中,知名度颇高。 露天纳大学时,曾主修亚洲研究,通晓中文。 早年曾留学北京。 他也经常参与农历新年庆祝等华裔社群的活动。 据悉,2020年民总统大选民主党内的初选名单,预计将相当拥挤。 此前 前驻建部长凯斯特罗,已经宣布参选。 参议员沃伦,也已组建了探索委员会。 前民主党众议员贝托奥洛克,也于本月14月上午宣布参选。 前副总统拜登,参议员桑德斯,参议员贺锦丽,前纽约市长彭博等,都被视为有力的竞争者。 华裔杨安泽,此前也宣布角逐2020总统大选民主党提名。